大家好,我是几个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李玲荣是黑人还是汉人 揭秘非洲血统的传奇皇妃故事 在中国古代的皇宫中 有着数不清的皇后嫔妃 但是,具有非洲血统的后妃只有一人 她就是东晋简文帝司马玉的妃子李玲荣 司马玉驾崩后 其子孝武帝司马耀即位 册封李玲荣为皇太妃皇太后 司马耀驾崩后 李玲荣之孙靖安帝司马德宗即位 册封李玲荣为太皇太后 荣安四年即公元四百年 李玲荣去世世号文太后 葬于修平林 起初司马玉还是快饥王的时候 李玲荣只不过一个做粗活的宫女 当时司马玉曾有过三个儿子 可是一个个都过早夭折 之后皇宫的妃子们就再也没有生育过 早过儿力之年的司马玉担心膝下无子 后继无人又招纳了不少女子入宫 但是折腾了几年还是没有儿子 不孝有三无后 伟大司马玉想儿子都快想疯了 此时有人向司马玉推荐了一位相侍 据说这个相侍道横极高 只要女人从他眼前溢过 他就能看清这个女人能生出什么性别的孩子 司马玉毫不犹豫地将为后继相伙 延续血脉的任务交给了这位相侍 相侍看遍了司马玉所有的妃子和灵性过的宫女 认为没有一个能给他生儿子 但是司马玉不死心令相侍继续寻找 相侍将搜索范围扩大到王福利所有的女人 终于发现了宫女李玲荣 相侍相中李玲荣之后 王福利有年长的仆人告诉相侍 此女是昆山奴 据近书记载 李玲荣形长而色黑 宫人皆位之昆仑 这个李玲荣从小就被卖入王府 从事纺织工作 至于出身来历没人知道 他相貌身材 具有几个当时的中原人没有的特征 人高马大皮肤有黑 头发卷曲宫中人称他为昆仑奴 据史书记载昆仑奴来自灵异以南 史书所说的灵异以南 有现在的印度中东以及更南的黑非洲 李玲荣的相貌具有非洲裔的一切特征 即便在今天看来李玲荣的相貌 也有一番风味 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丑陋的 对于像是给自个儿找一个昆仑奴的妃子 司马玉心中很不舒服 但事关传宗接代延续血脉的大业 他还是硬着头皮照着事情 不久李玲荣果然身怀六甲 李玲荣为此还向别的女人说 他曾梦见两龙枕西日月入怀 意义为吉祥 司马玉一听也觉得奇怪 几年后李玲荣先后生下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因此李玲荣的身份在宫中一下子变得尊贵起来 咸安元年及公元371年51岁的司马玉登基称帝 是为贤文帝册封李玲荣为淑妃 由于司马玉没有来得及策立皇后 因此李玲荣实际上就是后宫之主 两年后司马玉去世 十岁的司马耀继位为孝武帝 作为母亲的李玲荣身份也是一路高升 直到封为皇太妃依仗服侍与太后无异 二十年后李玲荣的次子司马道子上书 劝哥哥封母亲为皇太后 司马耀听了弟弟建议不久尊母亲为皇太后 司马耀死后他的儿子司马得宗继位 又尊奶奶李玲荣为太皇太后 就这样长相丑陋 出身异欲的李玲荣仅凭偶然机遇 不仅华丽转身成为了后妃 而且还因为生了儿子的原因 使得他在复杂多变的后宫始终没有被夫君抛弃 特别是他的儿子孙子们 一个个幸运地继承了地位 他的后半生越过越好 这种情况在后妃中也不多见 感谢您收看启歌说历史频道 欢迎将您的想法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